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我是郑玉文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2012年呢 美中两国在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个层面 可以说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中共十八大的落幕 薄熙来的倒台 奥巴马的连任 以及美国枪支管制的争议等等 那么时之岁末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来为您盘点 美国与中国的年度大事件 不过首先我们先请李易华 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易华 好的谢谢郁文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 美国的财政悬崖 美国财政悬崖的谈判 似乎有陷入停滞 共和党人没有通过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贝纳的方案 而在节日之前 出现任何转机的可能性 正越来越小 分析人士说 财政悬崖有可能让美国经济 陷入衰退 请看以下的报道 星期四晚间 在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 突然取消就议长贝纳提出的 税收案进行的表决之后不久 贝纳议长发表了声明 按照贝纳的方案 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 家庭税率将提高 贝纳说 她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以通过这一方案 早些时候 她曾预计方案能够得到通过 国会两党议员 昨天在众议院的投票期间 发表了意见 共和党籍国会议员 保罗瑞安说 我们不仅面临财政悬崖 未来还将面对财政深渊 也就是说 债务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 如果不能解决债务危机 不仅47%的美国人 而且所有美国人 都会受到伤害 每个美国人的生活水准 都会下降 如果我们不解决 这个烂摊子 每个美国人 尤其是下一代人 将会面临更低的生活水平 民主党籍国会议员 克里斯·范·浩伦则说 我们今天在众议院的所作所为 已经成为一场可笑的政治噱头 这其实会将我们更推进财政悬崖 我们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议长应该和美国总统一同商议 而不是从与总统的谈判中 拂袖而去 此次投票表决 主要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举动 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领导人说 贝纳的方案没有任何可能性 能够在参议院过关 而奥巴马总统则誓言 即使参众两院均通过贝纳的方案 他也将否决此方案 奥巴马希望 减税只适用家庭收入不到40万美元的人 国会议员们将于12月25号开始圣诞节休假 直到他们归来之前 众议院不大可能采取任何其他的行动 这一事态发展使得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有关 避免年底财政悬崖的艰难谈判更加复杂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美国康涅狄格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 特别成立的一个联邦专项工作小组 在华盛顿召开首次会议 该工作小组由副总统拜登牵头 包括各政府机构负责人和执法官员 目的是寻找减少枪支暴力的改革方案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总统奥巴马下定决心 要找到枪支暴力的解决途径 总统完全致力于遵循他的承诺 我们将按照制定的方法行动起来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即使只能拯救一条生命 也必须采取行动 美国在最近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几天后 成立了这个专项工作组 一名20岁的枪手使用半自动式武器 在一所小学里杀害了26人 其中包括20名儿童 政府可能推动禁止拥有攻击性武器的联邦法律 引起了部分民众的买枪潮 这几天正有点忙疯了 很多人进来想买半自动步枪 人们担心政府接下来会禁止半自动步枪 还有高容量弹匣 所以民众想找到这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都卖光了 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康州小学校园枪击事件 改变了民众对枪支法的看法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和全球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 52%的受访者支持严格限制枪支 或禁止所有枪支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他将在下个月底枪支专案小组提出有关建议后 立刻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接下来是朝鲜的消息 朝鲜表示一名美国公民 以旅游者身份进入朝鲜后 犯下危害国家罪 并被当局逮捕 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五报道 这名名叫裴军号的男子 已经承认犯罪 而且犯罪事实证据确凿 不过报道中没有指出具体的罪名 朝中社说 有关当局已经将这一案子 按照刑事程序法处理 表明裴军号将会出庭受审 按照朝鲜的法律 对朝鲜做出敌对行动的人 将被判处五到十年苦力的刑罚 朝中社的报道说 裴军号今年11月3号 在进入朝鲜东北部的港口城市 罗仙市时被拘留 那里属于一个靠近俄罗斯 和中国边境的经济特区 朝鲜方面说 瑞典大使馆的官员 星期五与裴军号会面 由于华盛顿与平壤之间 没有外交关系 瑞典经常代表美国与朝鲜交涉 朝鲜近几年来 拘留过几名美国公民 其中大部分是记者 和被控传教的基督徒人士 新闻最后 就在中国央视忙着问路人 你幸福吗 同时民调机构盖洛普 也在做同样的工作 盖洛普在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询问了将近15万名受访者后 得出全球快乐国家和地区排行榜 盖洛普12月20号 发布了这项最新的民调 得出的结论是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在拉丁美洲 最不快乐的人群在新加坡 而在两岸三地当中 中国大陆的民众最快乐 名列榜首的最快乐国家 是巴拿马和巴拉圭 并列第一名 在各自1000名受访者当中 有86%的人表示快乐 前10个最快乐的国家中 有7个来自拉丁美洲 亚洲国家泰国排名第5 菲律宾排名第7 美国和中国并列排在第33名 两国都有76%的受访者表示快乐 台湾排名38 快乐受访者有75% 香港排在第60位 快乐受访者有69%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 由郑宇文主持的焦点对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美国基因 VOA卫视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郑宇文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要采取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式 我们要怎么做呢 要由每位嘉宾来为大家评选 他们认为今年内最重要的大事件 除了要点评事件的重要性 同时我们也要来展望2013年 这些事件 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后续的影响 首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基因的中文部资深编辑 宝山先生 以及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 戴博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Robert Daly 那么另外一位是中国时报 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 以及中南海后黑学作者 前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陈破空先生 那么陈破空先生 是从美国基因的纽约演播室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 好的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 我们今天要来看看的 就是中国与美国的年度大事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在中国 我们第一个就先请陈破空先生 您先来点评您所挑选的中国年度大事 破空先生 我想今年呢 这个有好多国家都有重要的领导人变更 像美国中国日本韩国 那么在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 中国领导层的变化 因为中国领导层尽管在他的第一二把手 在五年前就确定了 但是他因为是黑箱操作 同时权力斗争非常激烈 所以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能够揭晓 这个关于中国的十八大 中共的十八大 之所以引人瞩目 在这个领导层的变化上 本来因为今年波熙来倒台 毛左派受了重创 改革派身是看掌 那么国内外对改革派寄予厚望 希望十八大是个改革的大会 但事实上十八大是一个保守派的胜利 老人政治的胜利 江泽民的胜利 因此这样一个结果 让外界应该说是大失所望 是 您刚提到老人政治的胜利 实际上其实很多的西方媒体 也有同样的评价 洛杉矶时报就说 看不出来十八大有任何改革的意图 可是我们有一点要注意到 就是说这一两个月来 十八大之后 我们确实看到了 很奇怪 包括释放上访人士 对于异议人士的控制也放松了 言论的监控也放松了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松动的迹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深 对 我们在不久前谈论十八大 他的结果和意义的时候就曾经谈到 十八大如果有时一个亮点的话 那就是标志着老人政治的基本上的结束 那我们看到这次江泽民 他设在中南海设在中办的办公室 已经取消了胡锦涛裸退 如果他胡锦涛他执政十年 能够留下什么遗产的话 这就是最大的遗产 他们两人的离开 使得习近平和李克强 有这种活动的空间 在他们执政开始 就做出一些和过去 稍有不同一些做法 所以保生不同意这是一个胜利 觉得这是老人政治的一个结束 刘平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是您刚才讲的 好像有一些所谓的新政 这个新政是耽误了太久才去做的 应该早早就该做的事情 你比方说上访这是个好事 那你把上访的人抓起来 干嘛要上访呢是不是 所以呢今天如果说 这个习近平开始推动任何的新政的话 是过去十年给耽误下来的一些事情 戴伯你觉得 我还是保持那个拭目以待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三八活 还是这个是新的开端 我不知道 我觉得如果是老年人那个政治的一个结束的话 这是一个好心情 可是男人政治还没有结束 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十八大以后 是那破空经人 刚刚您提到的 是您说 我是说像刚才说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其实我们要审慎的去评估一下 因为在十八大通常中共开党的代表大会 或者别的重大事情之前 他们会严密的控制互联网 控制言论 在社会上还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 但是这个大会开完之后 会相应的放松一些 因此这种恢复性的放松 不要让我们错觉是一种新的气象 事实上像互联网的放松 在过去也发生过 时不时的放松 会说对言论的暂时放松也发生过 甚至于关于六四这种言论的放松 或者六四过去一些家属接到通知说可以赔偿 这次有记者说接到通知说可以发退休金 这都不是一个新的现象 而关于反腐 反腐在江泽民时代 也打了几个大老虎 像什么南西的自治区书记陈克杰 江西副省长胡长青 还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在胡锦涛时代 也有像陈良宇这样的案子 像铁道部长那样的案子也很多 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 说有一个四川省委副书记落台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就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腐败大案 因为权力斗争而落下来 另外关于说其他方面 在改革上的谈话 也都是谈经济改革 并没有谈政治改革 而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政治改革 而不是经济改革 那么我刚才回应一下 宝生说的这个话呢 就是说这个老人政治的终结 是胡锦涛裸退 是十八大唯一成果 那么他跟江泽民同归于尽 在形式上结束老人政治 这个我赞同 但是实质上的老人政治还远未结束 比如说最近的人事安排 像上海的市长就是杨雄 他是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的部下 那么他要出任上海市长 另外像李鹏的儿子 出任山西省代声长 更上一层楼 这些都说明习近平 在各个利益集团的看守之下 看监管之下 他不得不照顾各个集团的利益 所以老人政治还远未结束 是 那如果我们来看看 习近平现在是接任第一个任期 但也有人说 或许从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 从2017年到2022年 已经走到这么远 下一个五年 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改革的希望 保身 破空他刚才谈到 这有可能是中共一次代表大会之前 严格控制之后 短暂地放松 但是最近有一些迹象呢 还是给人看到稍微有一点点亮光 比如讲这次习近平 他就任以后第一次出巡 就是到了广东 那么广东大家都认为 基本上是中国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走在前列的这么一个地区 那么从其他的迹象 对媒体的管控 对异议人士的管控 都出现一些松动 那么在中国言论空间 对互联网的这种管制 也出现松动 所以我们希望这是能够 有一种起到滚雪球的作用 就是一旦这种改革的呼声和势力形成的话 那么就会催生更多的改革 我们希望这是今后会发生的 是 刚刚保生提到广东 实际上我也想继续来问一下 就是说刚刚提到广东 虽然是很多的改革的一个发源地 但同样的 它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前阵 那么所以很多人就说 习近平是不是会继续的延续 他的前任 这种所谓的经济优先 政治滞后 这样的一种政策 刘平你的看法 好 我觉得走到广东去 勾起大家对于这个邓小平南巡的回忆 其实也就是像这个郁文刚才讲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延续共产党的统治 为什么 今天共产党统治最重要的基础 是经济能够维系成长 要不然的话 它就土崩瓦解了 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对 出现了一些松动 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 但是共产党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主宰者 这个有没有改变 如果这个没有改变 很多事情是谈不上的 可是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你不能说不能解决的 总而来讲到 现在为止习近平给我的影响是第一 在坚持那个共产党的 那个政治分析的垄断 你说的没错 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是愿意解决问题的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你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呢 现在是最关键的事情 我觉得 是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陈破空先生 您挑选 对 我想补充一句 就是说那个习近平呢 我们不排除 他可能是个改革者 他到深圳去发出的信号 他跟胡锦涛不一样 他跟那个江泽民也会不一样 他可能在经济上呢 会走邓小平 或者温家宝那个路线 但是在政治上来说 应该说他是固守一党专制的 因为这并不是他本身要固守 我们看到这次 十八大建立的七个常委 习近平一把手 李克强二把手 五十多岁 另外五个大林常委 都不是他们挑选的 而是老人给他们挑选的 就他们没有组阁的权利 没有施展自己空间的权利 而那个老人给他组了一个阁 另外五个大常委 跟他们的关系 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而是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 就这仍然是一个 看死内阁 就说习近平李克强被看死了 因此原来习近平的部下说 两年之内要实行政治改革 现在看来五年内都非常难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就说是不得已而这么做 好的 我们看到就是陈破空先任挑选的 这个中国年度大事 也就是十八大 他的结果 以及他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把这个时间交给保生 让保生来挑选 你今年认为中国的年度大事是什么 我认为中国今年政坛上最大的事情 无外乎是王立军 国际来 古开来的案件 那么王立军的案件 它的爆发以后 从根本上 使中共面临了一场统治上的危机 也使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受到了最大的质疑 假如王立军案不发生的话 他不出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使馆的话 那么大家会看到 十八大的结果又会怎么样 国际来有可能进入政治局 甚至有可能入常 到那时候中共全力的组成 中共未来的执政的路线 就会和现在产生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影响力很大 但是有一点大家也注意到 就是说 这个再次凸显了中共这个内斗的 这个白热化 那么很多人就说 从过去这个刘少奇被批到 四人帮倒台 到现在的薄熙来 这样的种种的势力 让中国民众不尽地怀疑 这种中共党内的这种斗争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落后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 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中共一开始成立 到中共建政以后 都是如此 王立军案 他的最大的不同 就是把中共权力的内斗 招之于天下 过去林彪的事件 刘少奇的问题 彭德怀的问题等等 都是中共之间内斗 老百姓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王立军他跑到美国大使馆 总领事馆 把有关的信息交给美国人 这个实际上把中共的这种家仇 放在世人面前 而中共没有办法不去采取 比较强硬的措施来解决这个事情 戴博你的 总是计划干不上变化快 我觉得这次那个王立军这个事情的 它是个重要的提醒 其实像你说的一样 那个权力斗争一直在继续 可是我们很容易给忘掉了 如果他不是这样子 露出了马脚的话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 包括中国人在内 对那个十八大的分析会不一样 我们就会说 哇不得了 他们是很成熟的 很顺利的把那个政权 从胡锦涛的那个习近平 不得了 所以其实当然 他并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任何原来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可是因为他的那个提醒 我们是很产生质疑的 分析十八大前后的 所有的新的一些发展和举措 它主要的意义在这里 是 波空先生您的看法呢 王立军的事件不可否认 在2012年带来了相当大的震撼 甚至有人说 他的影响力继续会持续 2013年我们仍然会看到 还有后续的发展 您的看法 是 因为这个事件确实很重大 可以说跟当年的林彪出讨事件 有得一比 因为这个波西来 他就自比小毛泽东 他就以毛自居 说这个在中国社会 存在左派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毛左派是非常极端的 像波西来以文革手段 来实现他的政治报复 这个是对中国社会非常危险 波西来倒台显然是一个好事 但是这个倒台仍然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古开来的案件 被审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他是蒙财害命 但只审了他害命的部分 蒙财的部分把它藏起来了 这就说明有切割的表现 而最近传出 波西来说生病了 住进了医院 而波西来怎么处理呢 没有一个结论 那就说党内斗争仍然激烈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反腐 或者说一种形式的一个过程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波西来这个案件 王立军的案子导致了中共的分裂 不仅在基层有基本盘的断裂 在高层有高层的内斗 而且直接影响了十八大 这个十八大的结果原先本来是 波西来跟习近平的一个平衡 最后江泽民发现海内外 这个因为波西来倒台 欢呼习近平新政的时候 江泽民强力干政 就拿了另外四个江系的常委入局 来这个监控这个习近平 来一个平衡 所以这种结果呢 又是一个导致了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大反扑 因此反映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 是实际上除了这个政治的复杂性之外 我们也看到还有所谓的左右路线之争 也在波西来倒台之后被广为讨论 那么很多人也提到就是说 这个左派的势力啊 随着这波西来的倒台 是不是有可能就因此在中国政坛上 失去了他们的影响 或失去他们的势力 刘平对于这点您有什么样看法 好的 前几年呢 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就国内来了几位学者 结果他们谈到一个问题 说这个在中国大陆是政法学院 就是政治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至少政治和法律是没有办法相互制衡的 您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现在左派右派仍然是不停的斗 人类自古以来啊 这个左右啊就是各有想法 那怎么样来决定谁是谁非 至少怎么样决定目前路线怎么走 靠的是法治嘛 你比方说美国哪怕多一票 那我认了 你赢了 那你多这一票就这样 薄熙来王立军古开来这些事情 跟从前把林彪 把这个刘少奇这些人定性 他有什么样实质上的区别 一个最重要的一样的事情 就是都还没有办法让我们相信 法律在整个事件中间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只是 这个保生讲的今年的大事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办法 回归到法律的层面的话 在未来很长的时间 继续对中国是一个很坏的影响 这个我同意 说他仍然没有完结 主要是对薄熙来的审判 还没有开始 那么对王立军 薄谷开来审判都已经结束了 一个判了死缓 一个判了15年徒刑 中共可以说 对他们俩的这种案件的审理 基本上告一段落 但是更难对付的 更棘手的是薄熙来的问题 他到底你是不是公开审判 以什么样的罪名来起诉他 他会不会做自我辩护 会不会公开报道这些事情 将来对中国的整个的政治格局 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这是习李新政在2013年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是 布公先生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想补充一句说 薄熙来这个案件 它这个震动之大 也给中共高层向党政系统的不和军队内部的分裂 带成了深重的影响 这次胡锦涛裸退是十八大唯一的成果 其中还有一层含义 除了他跟江泽民的权力斗争以外 还有一层含义就是重新把党政军这个系统 全部交给习近平整合起来 因为事实上军队的分裂 薄熙来案件军队分裂了 党政系统分裂了 因为薄熙来在党内军内都有他的追随者 所以中共急于密合这种裂痕 那么薄熙来的案件现在朴熟迷离 没有摆出来也是这个原因 我们还要看到一点 最近那个南方都市报 有一个王立军大棋底 讲了王立军的发迹的过程令人震惊 其中的秦涉 权涉 贪赃亡法等等 那么如果再来个薄熙来大棋底 我们看到整个中国政治的确是非常黑暗 而薄熙来王立军是被起底了 那还有更多的薄熙来王立军 李希兰里 张希兰没有被起底的话 是一个什么结果 所以今天的中国政治 它必须走一个民主化的道路 否则人民所看到的最终 还是这些丑恶加丑恶 是 好的 我们谢谢破空先生 那么继续我们再往下一个题目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们要请戴博先生 来跟我们谈谈你所拣选的 2012年度的中国大事件是什么 我可能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 我觉得2012年中国的外交政策 就是这个败笔特别多的 推步比较大的一年 其实中国是非常关注它的所谓的软实力 它的国际民意 它花了很多钱 盖了400多个控制学院 而且很多控制学院 控制学厂 他们的工作不错 他们是帮助很多美国 别的国家的小孩子学习中文 他们也是投资让很多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的人到美国到处都跑 为了是讲中国的故事 同时的话2012年中国的国际民意 我觉得是一落前章的 就是因为别的国家的人 并不相信很多这些宣传 他们还是看中国那个具体的那个行动 尤其是自从大概三年以前 那个中国把那个周旭线之内的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那个领海 列入它的所谓的核心利益范畴以来 没有任何别的国家的人是支持中国的 特别是他的亚洲民国 中国说我们那个国际民意很重要 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软实力 软实力是什么呢 吸引力 别的国家的人支持不支持 喜不喜欢你 那你怎么知道别的国家的人 喜不喜欢你的表演呢 他们给你鼓掌还是不鼓掌 没有人鼓掌的 中国进行的是自我鼓励的一个政策 所以默言可以拿那个诺贝尔奖 其实没有用 或者你有更多的那个中国的优秀的文化人才 他们的那个写的书 他们拍的电影什么的在国外放 也不影响中国的那个软实力 世界各国的人民还是看中国具体的行动 而决定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野心 要变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而且中国的外交政策 这三年来一直给我们传递的这个信息是 中国还是想做东班球的老大 老大或者八成主义者 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是一个 进退两难的一个外交政策 在我看来中国2012年 基本上是放弃了软实力的建设 这样的一种做法 为什么 因为软实力的建设是需要时间 假以时日 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可以做到的 现在中共的领导层都是急功利益 急功尽力 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自己执政期间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它现在更加趋向于 所谓硬实力 你看中国在2012年 不管是对内 特别是在对外方面 外交政策 钓鱼岛问题 南海问题 其他的问题 它都采取一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做法 从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服役 到派军机进入钓鱼岛的领空等等 这都是非常超强的姿态 所以现在中国领导层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个它感觉到我自己的经济实力增强了 我有本事 我财大气粗 我可以这样去做 另外一个是不是对内的一种做法 对强硬派 对军方的一种妥协 在国际上摆出一种非常强势的姿态 这值得非常非常关注 说到这个软实力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刚刚还跟戴博提到 就是软实力的这个名词 这个概念的创办人 约瑟·弘奈 这位美国学者 他就曾经说过 有些国家误解了软实力 他们觉得通过宣传 propaganda 我就可以增强我的软实力的发展 他说北京就是这样 他可能误解了这个软实力 所以实际上他说过多的宣传 只会让你这个政府更加的不值得被信赖 对 我刚才在谈软实力的时候 我脑子里面一直浮现的景象 是我们在华府县打开电视 就看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然后我就转台了 有些东西还可以看 但是看那个连续 看美国街 但是有更多的 就是这个 就是那一讲的 它还是靠宣传 对 我们在美国 这些宣传东西还不够多吗 我们别别的出来 我们知道 这个是宣传 对 当你的宣传 一下子就被让人家认为 你是宣传的时候 你就没有试破了 你这个宣传就没有效果了 所以你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达到说服的效果 可是人家从开始 就已经把你排斥掉了 我觉得中国当局 他们还没有想好一个问题 你要讲中国的故事 那中国的故事 意味着的是什么 我参加这个中美关系 已经快什么 26 27年 我一直有很多中国朋友跟我说 哎呦 美国人不了解中国 中国人是更了解美国的 OK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到底要美国了解的 中国的什么 你要我们了解的什么 因为最近 尤其是在南海 东海 我们所了解的事 中国要用他的新的那个势力 来欺负他的邻国的 所以这样子 你所有的控制学院 你所有的那个中央电视台 你买下了美国的很多 那个电影院什么的 都没有用 都一笔不消了 那破功先生 对 我想说啊 就是说了软实力啊 其实中国就没有什么软实力 或者换一句话说 这过去这60多年来 中国最大的软肋 就是软实力 因为政治上独裁 官场腐败 对人民压制 这个跟文明世界的发展趋势 背道而驰 甚至跟中国古代的一些 开明政治都背道而驰 甚至不如1000多年前 像唐朝这样的这个时代 在这样的情况下 谈何软实力呢 说你看那个中国的军费 在增加猛增 美国的军费在削减 但是这种军费和军力的 此消彼长 并没有改变 美国和中国 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为什么 因为美国除了硬实力 它还有软实力 它可以向世界 推广它的普世价值 但是中国的模式 是不具有推广性的 它基本上是 那个揽进至上 孤方至上 在这个形怀 它目前对外强一样 邓小平的他们 他们讲 中共领导层讲 他们这个直接 或者暗示说 他们放弃毛泽东路线 走的是邓小平路线 但邓小平路线有三条 政治上的独裁 他们坚持了 经济上改革还可以 但是对外是韬光养晦 邓小平说绝不当头 但是从江泽民 胡锦涛到习近平时代 越来越强硬 放弃了邓小平的外交路线 我觉得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么放弃 要么是因为他们太致富 太骄傲 以为自己了不起 但最重要的是说 就刚才宝生也讲的对 就是说对外强硬 事实上内部出了问题 内部不团结 尤其需要对外去强硬 来重新统合这个党政系统 如果是因为内政的需要 而去转嫁危机 对外去咄咄逼人的话 我想恐怕最后招致的结果 是内外交困 所以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而且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实际上在中国的邻国 看到我们在日本最新的大选 自民党这个鹰派 又重新的这个站上执政之路 所以有很多人说 这主要就是为了因应中国方面 在钓鱼岛问题 在各个这个海域周边的 主权争议里面 所表现的强硬姿态 使得日本民众觉得 我们必须要选一个 也很强硬的政府 你谈到郁文 谈到民众的反应 这是非常重要的 看一看中国2012年 对一些国际这个事态 特别是亚洲一些领土争端 它的反应 它不仅仅对外采取比较强的姿态 而且允许民众 来用这种暴民的做法 用暴力的做法 来去所谓支持政府的立场 刚才我们在画面上 这张画面看到 这个钓鱼岛冲突以后 中国民众各地 全国几十个城市 几万民众上街 然后破坏财产 甚至围攻美国大使的坐车 这都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做法 这是显示了什么 中共本身对这些事态的失控 我希望他们 不希望这些事情的发生 但这些事情终究发生了 给中国的国际形象 甚至世界人民对中国民众的看法 都带来极大的负面的影响 你说在纽约时代广场 收一个新华社的广告 在北美开办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北美频道 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但是你想让世界人民 真正对你中国政府 对中国民众充满好感 这是只要中国再发生一次 发生过这样的暴力事件以后 暴民事件以后 全世界的看法都会改变 我想说到这个软件 我想补充一句话 刚才就是说 主持人提到日本的右翼 其实日本在三年前 民主党上台是公开提出了 打出了亲中的旗号 甚至说跟美国和中国 保持了一个等距离 但是中国领导层 不知道是因为朝中无人 还是权力内斗 使他无法分身 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 抓住这个机会 来发展中日关系 反而使中日关系不禁反退 那么今天的日本全面右转 右翼的政权上台 甚至更右翼的像维新党 都能夺得第三大党的地位 这完全是中共多多逼人的外交 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国它在发展军力 它老是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结果把日本现在搞到 就是说要修改宪法 要放弃核武器的承诺 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 要恢复集体自卫权等等 应该说中国是最大的诱因 如果亚洲国家来谈感受 谈军国主义 他们会认为军国主义 在60多年前在日本 今天的军国主义 倒更像在中国 而不是在日本 更像在北京 而不是在东京 所以说中国的这种 启动这种军备竞赛 是整个亚洲地区 都发生了军备竞赛 而日本有可能重新武装 我觉得这个直接的后果 就是北京带来的 好的 我们谢谢破空先生 我们知道我们谈到软实力 实际上是一个很深 很复杂的问题 而且稍后我们还会谈到一些 有关美国重返亚洲政策 或许我们可以再多加琢磨 不继续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继续往刘萍来前进 刘萍跟我们提一下 你所拣选的这一次 2012年的中国大事件 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美国人 关切中国领导人的财富 说得更白一点 大家都关切 不是只有美国人 就是先是像彭博 报道习近平 然后纽约时报 更大篇幅地报道的 温家宝的家族财富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影响在哪里呢 就是让大家觉得 中国的媒体在做什么 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人你的居心何在 第三个 中国的领导人 如何面对这样事情的挑战 所以我说这个不只是今年的 这恐怕是长久的 对于中国的影响 是非常大 确实在纽约时报 这个报道传出以后 很多人就说 过往我们要看到 有关中国共产党内部 内幕消息 都是通过香港的文汇报 南华早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 有这样的一个深入的 调查性的报道出炉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表现 就说中国的媒体 如果不能去监督作用 刚才刘平说 中国媒体在干什么 当中国的媒体 无法发生监督作用的时候 国际媒体可以发生监督作用 因为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 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而温家宝和他的家族 不得不回应 也证明全球化的时代 深入到了中国 而中国政府还不得不面对海外的媒体 在我看来 这个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领导人在干什么 同时的话 我认为金融时报 华尔街邮报 纽约时报 他们都有中文版 这个就是说明 全世界的人是意识到中国的那个中文性 软实力 美国的软实力 可是这个是不是软实力 反正他知道 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警方在眼里 包括一个华士顿邮报 现在他们 昨天他们有一篇文章 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 他们没有中文版 可是有关文件 你可以点那个中文的或者英文的 这些都有 所以你说那个别的 美国也不是排外的 不是说中国不重要 所以我们不理他 其实越来越多的媒体 是有中文版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也是像那个中国 像你说的国内的媒体 就是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对 刚才我之所以说 让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 中国领导人在做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中共一向都是标榜 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那么现在一件一件的案件都显示 中共高层的腐败是相当严重的 不仅高层 从高层到低层 没有一层不腐败 那么过去 大家也都知道 对吧 特别是中国媒体宣传 另外人们的普遍印象也是 至少文家宝应该是好的吧 但是自从纽约时报报道了 温家宝的家族拥有27亿美元的这个家财以外 他现在通过所谓的律师事务所发表一些声明 要是保留起诉的权力 要做适当的澄清 做出澄清了吗 向世界有一个交代了吗 那么就是说 在中共腐败的 不仅仅是薄熙来之流 而且中国的最高领导层 这就对中共的整个的统治的合法性 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所以习近平上台赶快要推一些新政 因为纽约时报 也许下次换一个报纸来讲 习近平他周边的人又怎么样 你刚才 彭博已经报道过了 他周边的这个亲属也是在敛财 对 好 我现在要回应这个保生刚才讲的 就中国领导人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的人 还是也不一定绝大部分 至少有很高程度 你听过每个中国民众的说法 把中国的大小官员排成一队 挨个儿枪毙会冤枉一些人 隔一个枪毙会让草舵的人都会漏网 大哥 这是1949年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 今天已经到过头来了 我要讲刚才那个 就是说我们相信很多人 他是很兢兢业业的在做很多事情 只是今天的体制如此 今天整个的制度在情况之下 让他身边的人 包含他的家族 有机会恋财 也许你本人确实是一个公正联名的人 但是你怎么样可以管得了你身边那些人 他就必须要靠一个制度 而不是靠一个一贯光荣伟大 正确领导的党来做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刚刚我 我补充点 我补充点 你说 我是想 我补充 你说 我是想刚刚我们在问到 中国领导人在做什么 可是我也想问中国媒体在做什么 特别很多人近年来提到 中国的资金大量的进入香港 进入台湾的媒体市场 所以很多的媒体他们甚至说他的走向都已经变得很轻忠了 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有关中共内幕的一些消息 他反而不敢铺路了 是不是这也是一个问题 或许破空先让您可以回答 你说中国的媒体在做什么 现在网民都已经给他们定位了 说他们不是中国的良心媒体 他们是美国的良心媒体 他们成天关心美国的灾难 像美国的这个飓风 美国的这个枪击案 他们对中国的那些灾难是自知不问 也就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原因了 因为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很多都在美国 所以说他们要做这个美国的良心媒体 关心领导人子女的这个安危 尤其是学校强健 我刚才想补充一句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国际媒体的报道 跟中国媒体形成的对照 就国际媒体没有偏见 他不仅对中国的腐败案曝光 对别的国家的腐败案也曝光 但是这一次呢就说纽约时报和彭博社 无意之间卷入了中国高层的一个权力斗争 就中国高层江派了 把这个改革派人物的这个丑闻放出去 比如习近平和温家宝 但是江派李鹏家族却没有被放出去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国际媒体应该要稍微注意的 是 好 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西方媒体 特别针对这个中国领导人的家族财富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腐败问题 做的深入报道 我们非常感谢四位嘉宾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美国的年度大事 稍后回来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兄弟们 说明尔正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您继续回到焦点对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看看的是 美国的年度大事 首先我们先请刘萍 谈谈你挑选的美国年度大事 好的 欧巴马当选连任 这个经济这么不好 当选连任 别人对他这么多的抹黑 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现在美国相信他是基督徒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几 有百分之十几的人认为他是回教徒 就这样的人 跟美国的主流价值所谓的是一个背道而驰的 他当选连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Person of the Year 时报杂志选这个年度风云人物 选了他 这是他第二次当选 他给大家的印象是 他很努力 可是成效不彰 在想从阿富汗撤军 那这边拔不出来 可是大家还是觉得 他可以让我们托付给他信心 继续领导我们四年 或者是国际上 继续对他抱以高度的期望 不过这个事情是很值得探究的 很有意思 也有人说 其实奥巴马连任成功再一次凸显了 这个美国社会的这种分歧和对立 日益的深化 那么就像这个你刚刚说 时代杂志再次把它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但是马上就有保守派的人 是批评说 时代杂志这个是by default 是例行公事 因为他每一年都会把当选的总统 作为这个封面人物 所以不足为奇 但是呢 当然确实这个奥巴马的当选 确实也点出美国的社会 还有美国的一些人口结构 好像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个主要和共和党人 最近他们的处于一片混乱当中 有很大的牵连 远的罗姆尼他参加竞选 他的表现 他的政杠 我们不去说 就从现在的财政悬崖 美国面临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 共和党内部居然对他们自己的领导人 提出的B方案都不加以支持 昨天在国会众院来投票都没有通过 这就显示共和党第一 本身他们处于四分五列当中 第二他们和美国的社会 社会结构民众的想法 确实有很大的脱节 如果照此下去的话 那么美国不仅仅政治 仍然处于分裂当中 共和党也面临着更大的麻烦 我们来问问美国人 我觉得奥巴马他能够连任 就像你说的 那个经济情况还不是很好 那个负数非常满 失业率还是很高 美国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说那个2012年的 这些美国大事 多数的事还是负面的 也不是正面的 他还能够连任 就说明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 可能成熟一点 虽然美国人各种各样的 奇奇怪怪的这些信仰都有 包括今年那个玛雅 就是世界末日要来 这些很奇怪 但是多数的美国人觉得 这些短期的经济问题 不真的是奥巴马导致的 他们觉得这个经济衰退 还是可以轨功于 那个布什 就是做总统的那八年 奥巴马不可能在四年之内 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 这个是尘所未有的 他们也许 不说的太冷观吧 可是也许美国人称之是更有远光 稍微称书一点点 我也不要把他们说得太好 但是也有人说很有意思 富宫先生您说 你说你说你说 是因为很多人提到就是说 实际上在这次的这个 奥巴马连任 不来看这个民主党的胜利 我们要来看共和党 主要是因为共和党的对手太弱 共和党自身就没有办法展示出 他的这个强大对选民的吸引力 共和党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如果要展望未来 他们要重新掌政的话 他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省和改变呢 对我的看法是 这个奥巴马在普选票中 以微弱多数当选连任 这跟移民的增加 有色人种的巨增 人口的这个结构的变化 选民成分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选民结构的变化 福利主义抬头 社会主义抬头 这个需要政府照顾的人群再增加 因此奥巴马应该说是险胜 这个选民结构的变化 对共和党发出了挑战 因为共和党的政策呢 总的说它更注重于长远 比如说这个财政赤字和这个 那个债务的问题 而那个奥巴马的政策 主要是注重的这个福利 甚至不惜扩大这个税收等等 所以这样一个变化 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深思 我想共和党将来可能会因应 这个人口的变化和选民需求 会调整它的这个政策结构 有可能更往中间靠 甚至在很多政纲上 可能跟民主党趋同 可是如果它往中间靠的话 那它的就是 就是右派的那些极端分子 它们都会离开它 因为那个共和党 它们一直是培养这些 要富人科学的人 觉得每一个美国人 拥有和携带枪支 是最重要的 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些太极端的人 是让他们这次也输了 如果那个共和党 真的是在财政方面 比较保守的话 那才还会赢得很多美国人民的那个投票 我觉得 现在在不仅在财政问题上 在如何看待政府的职能的问题上 在一些社会的问题上 那么共和党也面临着很多 值得深思的地方 比如讲枪支管支 那么一般的人们民众都会认为 共和党人是支持民众 拥有枪支这些权利的 那么枪支包括很多种 手枪 步枪 猎枪 攻击性的武器等等 那么一般的人们都会认为 更多的共和党人 反对对这些枪支加以管制 那么在美国社会面临很多变化的时候 刚才破空谈到了人口结构的问题 整个社会的这种观念的问题 枪支 堕胎等等各方面 都在观念发生变化的时候 共和党应该如何借用胡锦涛的话 与时俱进 这是它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那个共和党 一直就是从利根相台以后 是把那个财政 经济方面的那些保守人 和社会保守人 就是合而为一 其实这两种人 是个个不入的成绩来讲 我加一句话 美国啊 当然你是美国人的 我不是了 我觉得美国人其实蛮好 我觉得美国人还蛮厚道的 这个厚道是说 对于当政者 他总是抱持比较高的期待 所以美国人啊 我们举一个具体数字 过去80年来 美国竞选连任的 13个人 4个人落选 9个人都当选连任成果 我总觉得美国人呢 很相信那种所谓的资深制度 像国会议员 那总是可以连选连任 一般来讲这个比例非常高 至少比很多亚洲的民主国家要高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觉得这过去的4年 你已经付出了成就 付出了新鞋 我们觉得你还应该可以继续向前 所以欧巴马这一次 4年前的时候 他用的口号是change 这个改变 现在他用的口号是forward 继续向前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 就是再给他一次机会 那我们看看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请 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谈谈 破空先生您认为 2012年的美国年度大事是什么呢 对我认为美国的 这个对一个年度大事 也是跟外关系有关 就是说美国加速了 这个向重返亚洲的进程 实际上美国重返亚洲 从2009年就开始了 就是欧巴马访问中国 受到了这个恶劣的待遇 类次开始的 那么尤其是在从 伊拉克撤军 阿富汗撤军之后 加速了这个过程 那么今年在6月份 在新加坡召开了一个 香格里拉防务会议 美国国防部长发表了 太平洋宣言 宣布美国海军主力东夷 将把海军的太平洋 大西洋的5比5的比例 调整为6比4 就跟中国的六四事件暗和了 然后在这个调整过程中 我们看到奥巴马上任之后 首战就去访问缅甸 缅甸应该说是 中共的一个蓝大门 是原来中共的一个传统盟友 那缅甸发生了 急剧的政治变革 政治改革 那奥巴马去的原因 一个是为了给 这个政治改革 加入一个推出力 另一个也在军事 和地缘政治上 给中共形成一个包围 所以美国跟 从那个日本 韩国到新西兰澳大利亚 或者从印度 那个印度尼西亚 到这个泰国 新加坡等等 形成了多道防线 这主要的 重返亚洲的目的 它都是瞄准中国 会准确说的是瞄准中共 对这个巨大的 国际灰色势力的 一种围堵 是 不过也有一些媒体 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这个媒体 在谈到美国的 亚太政策的时候 过多琢磨了 这个中国的重要性 实际上他们觉得 美国不是重返亚洲 他们一直都在亚洲 没有离开 它只是一个rebalance 只是一个重新的 全力在平衡 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 戴博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说瞄准中国 这个动词选择 也不是很好的 跟中国有关系 这个是肯定的 而且这个跟我们 已经说的 中国就是在旧续线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一个领海 跟这些态度 跟这些霸道的 这些外交政策 是有所关系的 可是也不能说 100%都是瞄准 或者准对于中国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 有点过了 对 瞄准就是一种 主动的一种做法 在我看来 美国在过去一年当中 乃至过去两三年 所谓重返亚太 基本上是一个 对中国的这种崛起 对中国强势的一种 被动的反应 而不是一种主动的遏制 这是我的看法 而且美国还有一个 美国当然是 一直留在亚洲 可是呢 这个所谓留 也要看对方的 这个情况 所谓这个比销我掌 还是我销比掌 当他发现 这个在中国 或者是这个 东亚地区的 这个情况 已经不是像 他过去那样子 所谓的这个 我是这个至尊老大 情况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六四了 我说这个六四 就是60%的海洋军力 要排得太平衡去 所以他是 这个情况 本来就是一个互动的 如果是继续像 60年代的 那个中国大陆的话 美国其实也没有需要 怎么样的变化 但实际上 也有一个 破空您说 你说你说你说 破空今天好客气 今天大家都好礼貌 对好礼貌 破空谢谢 太牵扰了 是太牵扰了 那个我想要提的问题 就是说 针对他访问缅甸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很有意思的 特别我们也要注意到 刚刚我们提到了日本 在中国附近的亚洲邻国 对于美国 这样的一个亚太策略 他们又是怎么样来回应 就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分析家 就批评缅甸 说他是在玩这个两手政策 一边要跟中国好 一边又跟美国好 那么破空你的看法呢 对 刚才说到这个 是否瞄准中国的问题 我想美国政府 有很多外交辞令 会说我们不是针对中国 这个我们是这个 维护亚太的和平 但美国的真正使命 的确是为了维持亚太的和平 保持航道自由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 具体的现实就是 因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东海问题上 钓鱼岛问题上 都采取咄咄咄逼人的政策 甚至于最近的新护照 把跟印度有争议的地区 也拉进去了 把台湾的这些山水 也拉了进去 说这种企图心 是非常强的 那么说是美国被动反应 也可以 但是美国的重返亚洲 很显然 它的主要目标 是针对中国 就是针对中共的 因为它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甚至把俄国都拉进来 都没有拉入中国 但它今年的军事演习 又邀请中国 中国还在审慎考虑之中 那么我们注意到 奥巴巴访问缅甸 它不仅有政治上的 它旋风式的访问 缅甸六小时 它不仅有政治上的含义 而且他们今年十月份 跟缅甸开始了 防务会谈 防务合作 就是说重新探讨 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说所有这一切很明确 都是针对北京 所自以为是的 这么一个地区霸权 所以我觉得 中国最好的做法是 加强软势力 好的 再回到软势力问题 好 我们继续再回到 戴博 抓紧时间 你的这个 评选的美国大事 美国的大事 就太多了今年 可是就是 这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 就是上个星期五 在美国的那个康州 那个三地护克的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拿着一个 所谓一个大毒蛇 就是一个 半自动的一个 攻击性的一个补枪 进了一个小鞋 就是屠杀了 二十多那个小孩子 还有他们的校长 他们的老师什么的 说不定会对美国的一个 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 有所影响 就是说美国人 一直就是一直 就是说这三十年来 不怎么想限制 美国人拥有和携带 强制的这些权利 美国的宪法 第二个修正案 其实呢 有几个不同的解释方法 前半步就是说 因为美国是需要 有几率的一些 民间的一些队伍啊 所以每一个美国人的那个 携带和拥有那个强制 民兵 这个权利 就是政府是不能限制的 所以很多美国人 就是把这个解释为 包括机关枪 包括所有的这些 打杀上的武器 这些武器 为了不只是去狩猎 狩猎是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对美国的那个环保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一部分这些武器 包括这个大毒蛇 唯一的目标 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屠杀越多越好的一些人 现在不只是民主党 还有一部分共和党人觉得 这个真的是神经病 美国现在每一百个人当中 有八十八点八的那个强制 美国只有全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 有百分之五十的 个人拥有的一些强制 而且美国的谋杀案 这个频率比法国 比澳洲的都高三十倍 现在不只是奥巴马 还有一部分民主党 和那个共和党人说 到此为止 我们非得改变这个文化 不可以 但我唯一的问题是 进枪就能改变这些问题吗 要看什么样种类的武器 我相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可以解决一些这类的问题 你那冲锋 你现在在美国的这种情况 人和人这种之间的关系情况下 你家里放一个攻击性的半自动步枪 或者全自动步枪 机关枪 你干什么 会有一群匪徒到你家里去抢劫你吗 不可能 我们接近别的国家的这个经验 我们就会发现是有所帮助的 在什么澳洲的英国在日本 他们就是有这个销售 所以抢劫这个禁令以后 他们的谋杀案 包括自杀的这些事情的就少得多 问题是很多人 他们就是说 不要限制这些 不要管制这些城市 他们说人总是有邪恶的 你改变法律不会影响这些的 这个是相当于说 人总是会生病的 所以你不要研究什么新的那个疫苗 新的那个药 没有用 破空先生您说 对 我是注意到就是说 这次的枪击案 是美国的关于枪的这个舆论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总统到国会议员 到一般的民众 就是说支持禁枪 或者管制枪支的这个呼声 占了上风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另外我想顺便补充一句 就是说这个枪击案 刚才我讲到中国媒体 是美国的良心媒体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次美国发生枪击的时候 中国同时发生了 22名学童被砍伤的事件 23名在荷兰光山县 但是中国的媒体 对那个案件几乎指质不报 或者报道的很少 对美国案件是头版头条 那么网友讽刺 他们是美国的良心媒体 而且给他们下了个定义 说数典忘祖 说中国媒体 关心别人的苦难 对中国人的苦难 视而不见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 我们抓紧时间 剩下一点时间 继续请保生 来评点你的这个年度大事 我评点的美国今年的年度大事 超级飓风 超级风暴 桑迪给美国带来的 广泛的破坏 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 重新的思考 这次超级风暴呢 发生在美国东北地区 那么纽约州 还有新泽西州 还有宾夕反驾州 受到冲击最大 造成了125人的死亡 经济损失620亿美元 这个是相当规模大的 这么仅次于过去的那个 卡特里纳 对新二粮的这种冲击 那么风暴发生过去以后 美国人对环境问题 进行重新思考 但是不幸的是 重新思考的仍然不够 美国人并没有痛定思定 真这个痛定思痛 真正从根本问题上来想一想 如何改变我们的环境的政策 如何在如何加入 国际社会的行列来对付全球变乱 是 确实在国际社会上 对美国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批评 为什么美国不采取一些积极作为 代表你的看法 到现在为止在很多那个国际 比如说那个联合国这些谈判当中 美国说虽然这个从历史上看 美国是所有的这些 温室集体那个最大的那个排放国 可是现在中国和一些 别的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的这些排放物比我们的还多 所以除非他们也同意限制这些的 我们不会限制我们这个排放物 美国主要是在这个方面 说的有道理 可是也有点太顽固 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方面 就是可以 就是先埋起一个步子来吧 先开启一个步子 不必等别的国家 对我是觉得美国在全球化地球变暖 这个问题上应该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说更进一步的体现一个大国的责任 而不要跟中国去这个相提并论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态度非常顽固 而急于的发展经济追求产值 不惜这个破坏环境 破坏大气层 甚至在前两年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上 由于中国政府的不作为和这种反作为 甚至几乎导致这个气候大会流产 但是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文明的国家 不需要跟它相提并论 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一大步 我顺便要提到的是 这个桑迪飓风的确是一个大新闻 其中一个重要的副作用就是 它帮助了奥巴马的竞选联业 就手上奥巴马因祸得福 好我们20秒时间 刘平来做个总结 好的 前几天 法国总统讲了一句话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132年的统治 是不公平的 是残酷的 我想美国今天要发挥软实力 怎么说呢 今天中国就讲 你美国过管了好日子 现在不让我们中国 也怎么样发展过好日子 美国就必须要公开承认 美国当初犯过错误 破坏了环境 美国今天希望 不要其他国家 不要重蹈覆辙 这也是一个宣扬软实力的机会 是的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点评 时间抓得非常好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 为您进行到这里 感谢四位嘉宾 宝申 戴博 刘平 还有陈破空 为您做的精彩讨论 也欢迎您留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 VOA新闻at gmail.com 就节目来提出您的看法和建议 节目最后我们要来轻松一下 带您到澳大利亚动物园 去看看动物们 享受圣诞大餐的可爱画面 我是郑玉文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